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9日 又是我Kevin和大家聊聊馬仔 明天就是跑快活谷的日賽 今年只有一次 明天就是跑斯蘭的跑馬里 跑十場的 第一次就是剛剛換了冬草 究竟那個場地情況是怎樣 我相信都要明天才知道 以往法國股日賽之前 通常都是會有些冷碗出現 希望明天也看看有沒有冷碗可以進來 因為我自己貼的馬都不算很熱 聽我說馬之前 記得訂閱星期二財馬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分享和點讚 最重要是來我的Facebook和IG Channel KS本地賽馬頻道 看看各場的心水貼士 事不宜遲 立即說一下今次我要說些什麼馬 首先介紹 就是第二場 四班千二米 第一隻想說的就是這隻 8號的海船在內 這隻海船在內 其實上季尾跑第二那一場 雖然說輸給善傳香港 一有四分一個馬位 但是基本能力這隻馬已經看到了 今季初出那一場 其實他也是虧了一些形勢 在外面追 追得不太差 另外就是他特別是上一場 走去沙田跑千二米 不是說他沙田不好 而是他排著了三檔 我根本就沒想過他出集會慢 慢集都不要緊 還要走 沿途都是在內蘭走一個極之不利的路段 但是其實你看看 在內蘭裏面 他都是很隨便的這樣跑 但是他可以展現到一個追勢出來 對了 為什麼上次會這樣跑呢 看一看看 原來永遠美麗贏的 一切的迷地都已經解開了 今次換一換配備 回來法國谷 仍然都可以用蔡明少 神科那些都可以的 今次錄音的時候 VIN就有11倍 這些馬搭VINPAY 就抵抗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9檔 而令到他那麼懶 他今季已經穩定了兩次 今次應該要出擊 所以這隻8號的海船在內 先說了 第二隻就說了 那隻7號的藍莊家號 其實你看到 他雖然 他季初跑那場輸給三劍俠 看見潘頓就好像跑得對 但是 那場輸給三劍俠 時間就雖然不是很好 其實你看到他上場跑 即是再出那場 即是剛剛那場輸給幸運之神那一場 雖然你看到他好像賺了快步速 賺了那個形勢 但是這樣 你想想 其實那場的時間 就是快過 即是他的總場次是073 他又快過072那一場總場次 那072有什麼馬呢 就是用眼光贏那一場 用眼光也是跑得對形勢的 所以你說 南莊家號 上次 雖然說跑來四輸 一有四分之三個馬位 但是其實你看到黃居立 去到 轉去泥地 仍然入到Pay 幸運之神就是厲害的 這些就不用說了 所以你說這次 雖然說潘頓不騎 但是找班德里騎 他都自己摸過兩貨 而一倍率有八倍的話 這隻馬 純計他上次做的時間 如果他這次沒有走樣的話 這次應該是 還是可以有多一局 因為始終他上次時間漂亮 所以 這隻7號的南莊家號 亦都是我買Q 亦都會買的馬 第三隻 就說回一些新馬 即6號的年年勝利 你看到他的樣子 和他的種子 其實就應該是 像一些長途馬 不過 我又見到他這隻馬試襲 不算很差 因為其實今季 蔡又翰那些新馬 你只要是覺得他試襲 不是很差的 基本上都有些東西看 那些什麼請不要問 那些 那些真的差 那些什麼美力之餘 其實他本身的雜 不算差 他只不過沒有東西給你看 同樣 這一隻年年勝利 今次排著一檔 C集沒有東西給你看到 亦都不覺得他差 找一下巴道一檔 是有機會 這些馬 因為看來這一場 其他馬 都不是很厲害 其實 所以這隻 6號的年年勝利 先撐住 現在 8倍都 適合 因為始終 那個集沒有東西給大家 看到 第四選 就選了一些 自己都不太想選的 選了5號的有紅利 上次 他 我自己覺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 他當日的步速 前發後馬 他有份阻礙著 裡面的三劍盒 那些馬 用眼光 這樣才益了一隻 用眼光 在外面這樣追上來 我自己度米的時候 就在想 為什麼這件事不騎 都不要緊 始終有個二檔 潘頓 成為熱門 都是合理的 但我現在看一看 這一隻 買得到22元 位置是1.1 買不買 大家見仁見智 所以這一隻 我就自己放到第四選 所以這一場 我自己買Q 我就買 8號的海船在內 7號的藍莊家好 6號的年年勝利 有紅利 我自己就未必 你會買Q 位置Q 那些 但是你說買T 買四重彩 四連環的配角 有紅利 都應該要回 所以這場 就推介這四隻馬 給大家吧 講完頭場 就講一下第三場 四盤1650米 第一隻想講的 就是這隻 5號的合火年代 這次排隊了三 當找何宅搖 這隻馬 其實你見他今季 跑了兩場 其實都沒有怎樣跑過 尤其是上一場 沿途入到直路 都是沒有望空 阿波這件事 沿途在馬群裡面 沒有騎到 真的順了一場回來 這隻馬 走勢 安上仁的姿態 令到我想起六隱神驅爆爛前一場 即是六隱神驅初出那場 一模一樣的 安上仁 是沒有給指示 一隻馬 有隻馬 包尾回來的 合火年代上次 亦都是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那 今次你看到 他那個神火 和火器方面 全部都是 真的很好 真的 都好像做了野熱泥 今次 所以今次回來 找了兩場 田草千四米熱身 今次跑回法律 有650 有機會 這隻馬 牌子的三檔 11倍 是底薄的Vin Pay 所以五號的合火年代 先選去 第二隻想說 就是六號的王者驕傲 他跑過兩場沙田的賽事 一場下跑1200 一場下跑1600 嚴格來說 他除了初出那場之外 上次千六米那場 不算說很差 嚴格來說 不算說很差 他都可以在馬群那裏 一起衝線 爬 輸三個馬位 跑到8 兩場都是用陳家希 不知道是否 其實那隻鋒鋒勁路 不太滿意陳家希的發揮 阿芳 這次找了霍仁星 除了開封眼罩 這隻馬 其實你看他上季 五九六那場 正正就是跑1650 跑了第四 輸一個 一有四分之三的馬位 之後 都沒有跑過法律高1650 這次 如果他那兩場 跑沙田是熱身的話 這次 有個五檔都好跑 跑回1650 回到跑馬地這一邊 這隻馬 會不會突然間 有權變身呢 不敢說 因為他 他的評分已經很低 這隻馬 其實我自己在上季 季初那時候 都標示過他 標示過他 標示過了整季 都沒有表現 見他這次 熱身兩場 轉過來浮谷 是有變數的 這隻馬 看上去他的票 是有票的 現在7.7倍 位置3倍左右 所以這隻馬 今次 我覺得是最大機會 所以這隻6號 王者基奧 都要拖 第三隻 就說 9號 博愛之光 其實這隻馬 本身是68分 插班入來的時候 那時候 都不太適應 這隻馬 結果上季 跑第二場 那時候 就54分 那時候就蝕欣騎 也是跑 浮谷 斯加三難 1650米 那一次 他就是受惠 一個超快步出 在原路 爆尾 直路 一衝而獲 跑了第二 其實你看到 他54 55分 那時候 已經有些表現 之後 就不知道 什麼事 那隻馬 可能有些問題 始終他一月 跑完之後 去到五月 才復出 最後這一隻馬 就轉了去丁冠浩 那裏 季尾 跑過一場 1650米 那一場 輸了 輸不作盡 那一場 今季 你看到 他經常試了一貨集而來 那一貨重化集 就在後面 順走 沒有東西看的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很差 他那個試集 始終不是說 急劇墮退 那種感覺 那你見到 他復課 神粗 也有些火 那這一隻 今次排著 十一檔 究竟會跑得怎樣 不知道 會不會初出特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見到 他的神課 好像 不太想試給大家看 那些神粗方面 又好像 都不太差 這一隻馬 如果現在有二十倍 我覺得是非常之抵薄的 所以 這隻九號的 博愛之光 如果要變身的話 只要變身的話 只要這隻九號的博愛之光 最後 減掉第四選 十號的威進區 其實上次都跑得很好 原主的一檔 直路鬥衝 衝贏了多多歡笑 多多歡笑 再出跑第四 今次威進區 仍然有一個漂亮檔 四檔 以往黏地都試過上名 那 如果要這隻九號碼 再贏多一局 我自己就覺得 好像難了少少 但是你說 3344 這些馬又不能忽略 因為他始終 現階段的評分 都是新低 雖然說他九歲 但是 他仍然都有基本能力 所以這隻威進區 都沒什麼說 是 服服功夫 都是以做慢一點點為主 四檔 評分有利 這隻馬 這隻馬 都要拖回 3344 所以這一場 我自己就喜歡 五號的合火年代 六號的王者驕傲 九號的博愛之光 和十號的威進區 明天看看會不會掛爆的風球 始終都做了功課 我自己說 做了功課 希望不要浪費了 看看明天會不會有得跑馬 大家記得訂閱星期二狀的頻道 記得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分享和按LIKE 還有我的Facebook和IG頻道 KX本地賽馬頻道 看看各場賽事的心水 有時候都有些懶題提供 看看明天的風究竟會怎樣 希望都可以跑馬 祝大家好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沒錯 聽星期二得道 可能都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都會有些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 謝謝